这是宋承宪刚刚完结的一部动作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玩家二匪徒们的战争》 故事开始 男人惊恐地冲上天台 在他身后十几个壮汉正步步紧逼 没想到男人突然蹲下做了一个逆天之举 他猛地从包里掏出一踏子现钞 接着将钱撒了出去 别误会 贺利可不是散财童子 而是个专骗坏蛋的天才诈骗犯 有眼有脑的他是玩家小队的队长 眼下将所有安保人员吸引到天台 正是他此次计划的一部分 这次的目标是一个被犯罪集团偷渡的宝物 接下来就是几位玩家成员大显身手的时刻 首先出场的是黑客小林 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他黑不进去的系统 接着就是大雄 看这身贱子肉就知道 大雄在团队中是负责火力输出的斗士 通常安排在任务最前线 不过人有失足马有尸体 但显然这两个小家伙对于大雄不过是小菜一碟 雅琳是团队里的司机 别看他长得娇小可爱 待会就能见识这女人的彪悍了 终于等到了收队时间 赫丽也露出了真面目 她将安全绳索的一端挂在安保人员的身上 直接从高楼跳下 最终赫丽顺利逃脱 此时接应他们的雅琳也准时到达 几人迅速上了车 但安保的车依旧穷追不舍 于是雅琳挽起了疯狂赛车 一顿神操作后 终于甩掉了那些小尾巴 然而正当几人开心地讨论晚饭吃什么食 意外却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直接将他们的车撞飞 当赫丽再次醒来时 发现三个同伴正跪在自己面前 这时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了过来 显然这是旧相识寻仇 只见男人提出要和赫丽玩一个游戏 十秒钟内击毙任意一个队友 这样其余三人便可活命 如果拒绝游戏 那么全员都会变成马蜂窝 见状赫丽只能咬紧牙关举起了枪指向队友们 在男人的倒计时下 赫丽选择将枪对准自己开动扳机 原来枪里并没有子弹 可就在赫丽松了一口气时 真正的老大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再次将枪口对准了她的三名队友 赫丽顿时慌了神 随着一声枪响 雅琳替黑客小林挡了子弹 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有醒来 几个月后 当三个男人在海边缅怀着队友时 雅琳的妹妹在一早上门来 她想要加入玩家小队 同时参与他们最近的谋划的事中 赫丽说他们没有在谋划什么 剑撞在一小手一扬便戳穿了她 墙上贴满了杀害雅琳那群人的信息 没错 赫丽是想要为雅琳报仇 但却不想把她唯一的妹妹牵扯进来 谁知被赫丽拒绝后 在一却没有纠缠 笑着说了句再见便离开了 然而下一秒赫丽三人便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的基地附近突然出现了很多警车 三人立刻背上包准备跑路 谁知此时在一正一脸玩微 坐在车上等着他们 最终再在一的威逼力又下 赫丽三人不得不答应让她加入 本以为在一只是个想要报仇的小丫头 没想到她比姐姐雅琳还要癫狂 而让他们三人更震惊的是 在一的驾驶技术也是强得可怕 轻轻松松就甩掉了身后穷追不舍的警车 就这样 在一靠实力轻松接了姐姐的班 玩家小队再次全员集合 可虽然每次打劫坏蛋们的黑钱后 玩家们会将犯罪资料寄给警局帮助其结案 但这种以恶制恶的做法依旧让他们变成通缉犯 不过这根本拦不住玩家们惩恶扬善的脚步 接下来三年里 各种诈骗犯贪污犯都被他们掏空了家底 送进去采缝刃机了 这不 利用虚拟逼诈骗2000亿的逃犯 江道勇引起了队长鹤丽的注意 就在此时他收到一封神秘的邀请函 地址刚好是江道勇藏身的巴蒂亚 于是鹤丽便带着队员飞去了那里 阳光泳池美女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正当玩家们嗨皮的不亦乐乎时 神秘邀请函再次出现 然而鹤丽只看到了那个送信女人曼妙的背影 这次的地址是一家酒吧 当晚鹤丽之身去赴约 凭借月女无数的大眼睛 一进门就认出了那个女人 于是一番成年男女的极限拉扯后 两人来到鹤丽的房间 准备好好探讨一下吸引力的问题 谁知热情的小火苗刚燃烧起来 灭火小队便达到战场 然而等他们闯进房间时 神秘女人已经消失了 留下了一张江道勇的派对邀请函 看来这个叫郑秀敏的女人是打算联合玩家小队 一起收拾江道勇这个人渣 虽然不确定他的动机 但他们的目标却是不谋而合 玩家游戏开始 随后玩家们趁着派对的火热 将隐藏摄像头偷偷布置在了江道勇的别墅里 江道勇作为主人出面和大家打招呼 期间一个路过的男人引起了鹤丽的注意 鹤丽曾遇到过他 看到他腰里别了一把枪瞬间意识到不好 起身追了上去 果然看到他举枪对准了江道勇 鹤丽制止住他 原来男人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温柔美丽的妻子 聪明可爱的宝宝 然而这天他回到家 却发现往日开朗的妻子竟服药自尽了 当崩溃不已的男人再看到他遗书的一瞬间 满腔的悲痛全部化为了愤恨 原来不久前 妻子在朋友的推荐下 下载了一款名为NFT的新投资软件 当他看到朋友投资赚了26万美金时 不禁有些惊讶 朋友的那六位数的余额 再加上NFT代表江道勇三寸不烂之蛇的洗脑 鬼迷心窍的妻子很快便将家里的所有存款都投到了软件上 谁知没多久NFT软件爆雷 大骗子江道勇带着所有用户的2000亿巨款逃去了国外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的打击 让自责妻子患上了抑郁症 回想起两人曾经憧憬美好未来的场景 丈夫又荣痛苦万分 她决定要亲手为妻子报仇血恨 终于又荣千方百计混进了江道勇的派对 然而当她举起枪对准那个人扎时 却半路杀出各成咬金 赫丽与身为特种兵的幼容过招丝毫不逊色 没一会她便趁其不备将幼容压倒在地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赫丽突然附身对幼容说道 想要活命就往夜市那边跑 躲进人群里 此时的幼容还不知道 这个名叫赫丽的男人将会改变她的命运 先保命要紧 幼容顾不上多想 疯狂地往夜市方向逃去 然而身后一群黑衣人穷追不舍 幼容七绕八绕最终还是没能逃出他们的视线 就在她与黑衣人们殊死搏斗之时 一个大块头突然出现 有了大熊的加入 两人一顿操作猛如虎 轻松便撂倒了所有黑衣人 然而就在幼容想要询问大块头的身份时 却直接被电誉 第二天醒来幼容得知 昨晚的救命恩人是专门骗坏蛋的玩家小队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自己的遭遇了如指掌 赫丽希望她不要再轻举妄动 单凭她一己之力根本动不得将到永分好 因为对待那种人就得以牙还牙 玩家们通过调查得知 江道勇的诈骗手法是以投资至名募资后卷款潜逃 这么低级的手法却让一千多人被骗得血本无归 受害者中像幼容妻子一样自我了结的更是大有人在 受害金额大约是2300亿元 也是他们这次要抢江道勇的金额 惩罚江道勇这种人最爽的办法就是 让她也体验一下倾家荡产的滋味 昨晚赫丽在宴会上假意解救江道勇 便已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 交谈间 她已久的学弟马屁拍的那叫一个叮当响 她故意透露称两人本是同行 但此次来泰国是想找一个洗钱专家谈合作的 还说她本来就只低调的TVIP服务 这消息正中江道勇下怀 她正愁没法洗白那两千多亿骗来的钱呢 于是送走赫丽后 她立刻叮嘱助助手调查赫丽所说的真伪 殊不知这一切早被玩家们通过派对时按好的窃听器听到 很快 一份伪造的完美无瑕的档案便被送到了江道勇手中 档案上的赫丽是一个手段高明的洗钱专家 从没有落入法网过 几天后 赫丽便受邀带着洗钱专家来赴江道勇的约 友情出演的黑客小林虽然有些紧张 但还算应对自如 她称自己不仅可以洗钱还可以洗白身份 这可乐坏了江道勇 于是趁着她上头时 赫丽便提出他们也想加入她 一起将NFT做大做强 说着便要展示自己之前的成果 要求就是要了连接江道勇的钱包 看着小林提前制作的NFT软件时 江道勇连连夸赞 可当江道勇听见赫丽说要和自己收益五五分时 突然诡异地大笑起来 接着一声怒吼让手下将枪对准了二人 说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想骗炸气饭的钱 眼见露现了 赫丽连忙想要辩解一二 可此时一旁走出来的人却让他惊得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背叛他的竟然是给他提供这次行动情报的郑秀敏 原来在江道勇来见赫丽之前 郑秀敏先一步找到了他 将赫丽和玩家小队计划全盘拖出 郑秀敏本以为可以全身而退 谁知江道勇竟要求他亲自动手除掉赫丽二人 当手下把手枪齐刷刷对准自己的脑袋时 郑秀敏不得不扣动扳机 然而就在江道勇拍手叫绝食 大雄踹开木门走了进来 随后双方开始厮杀起来 诱荣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混战中 诱荣抓住了仇人江道勇 他一拳拳打在这个混蛋的脸上 可江道勇不仅不认错 还讽刺那些被骗的人都是因为贪婪 气得诱荣失去理智把枪对准了江道勇 幸好这时赫丽出现阻止了他 告诉他如果现在杀了他就会前功尽弃 但诱荣还是忍不住开了枪 好在他只是打在地板上而已 随后赶来的警察将赫丽一行人全部带走了 显然他们和江道勇是一伙的 被押去警局的路上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 突然赫丽喊了一具车在衣 随后身穿警服的在衣就出现在驾驶位上 就这样玩家们再次成功逃脱 然而你以为他们这次打劫江道勇的任务失败了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刚停车 玩家们的账户便收到了来自江道勇的2300亿韩元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玩家们演给江道勇的好戏 郑秀敏的背叛是赫丽提前安排好的 为的是让江道勇全心全意怀疑赫丽身份有假 而彻底忽略手机被植入恶心软件的举动 一旦江道勇打开NFT软件 那么他账户里所有的钱便会都流入了玩家们的账户里 此时江道勇看到自己的账户归零 财后之后觉得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然而就在江道勇气的垂胸顿足时 他背后的大佬打来电话 江道勇准备解释自己一定能将钱追回 却被告知他已经没有用了 随后便被他的眼睛秘书直接处决 与此同时 在韩国属于女练习生们的战场不是舞台 而是灯红酒绿的交际场 女孩小美和同伴被公司高层带到大佬们的面前 其实小美已经和公司提出了解约 但高层李静珠却称只要他今晚好好表现 明天一定双手奉上解约合同 为了尽早脱身 小美不得不硬着头皮被大佬们一杯一杯地灌酒 终于坚持到了酒局结束 大佬们各自带着心仪的对象开启下一局 小美却被李静珠以谈合约为借口单独留了下来 但谁都能看出来人渣没别好屁 只见他偷偷将一个粉色粉末倒进酒杯 随后递给小美让他陪自己喝一杯 之后发生的是不言而喻 事后小美鼓起勇气来到警局报案 谁知警察却说 昨晚和他一起的朋友们已经证实 李静珠什么都没干 还称小美应该是因为患有抑郁症 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产生的错觉 走投无路的小美只好去找老板金允基求助 然而在得知他被下药欺负的情况后 金允基说了一句话让小美彻底绝望了 显然他和李静珠两人夯瀉一气 既然这样 那么就由专门收拾垃圾的玩家出手整治他们吧 继克力为首的玩家小队 成功将诈骗犯的2300亿韩元片到手后 神秘女人秀敏便提出想要与他们合作 听到这话赫丽瞬间脸色一变 几年前玩家们曾和一位检察官有过这样的合作 可最终却落得个通缉犯的下场 于是赫丽便想要当场拒绝秀敏 谁知此时队友大雄打来电话 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玩家们的前科和通缉记录都莫名被清除了 见状秀敏得意地对赫丽说 只要跟他们合作一年 就会帮他们把那些记录永远删除 处理垃圾时如果有钱入手 那些钱也都归他们 下一秒 玩家四人终于大大方方地回到了故乡 秀敏给的惊喜还不止于此 他为玩家们安排了一个伪装成咖啡厅的大豪宅作为基地 还贴心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做了布置 这里有车手在意最爱的无限量零食 有黑客小林梦寐以求的顶级配置计算机 还有战士大雄心心念念的全套健身器材 安顿好后 玩家小队便迎来第一个任务 大夜店近期疯狂流通迷幻药和白面粉 而他的老板正是之前那个欺负小美的人渣 酷于乐的李氏李靖珠 玩家们看过他的资料后断定他背后还有人 但由于没有证据 而且酷于乐在政商界的人脉都不容小觑 只能先偷偷拿李靖珠开刀来钓大鱼 战士大雄首当气冲 凭借过人的才艺应征成了大夜店的保安 当晚秀敏和在一便精心打扮来到了这里 两位美女一下午持 瞬间引来了众多男士的青睐 当然也成功吸引了正在物色猎物的李靖珠 他很快便凑过来搭讪漂亮的秀敏 而这意味着玩家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于是大雄出场先处理一下碍事的同事们 没意会这群小家伙就被大雄收拾好了 现在可以尽情搞破坏了 接下来就是秀敏姐姐的演出时间了 他随着李靖珠来到专属包间后 故意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说 就只有这样吗 我还以为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贱女还主动要玩花样 李靖珠兴奋地直呼今天捡到宝了 直接掏出兜里的小药盒 炫耀自己这可是高级活 谁知秀敏拿到药盒后立马来了个大便脸 打电话说证据到手了 此时李靖珠拦住了他 结果挨了秀敏的一巴掌 接着更是被狠狠揍了一顿 恼羞成怒的李靖珠这时掏出一把刀来 可还没等他动手 贺力和在一却突然冲进包间 见状贺力眼疾手快将衣服蒙在了李靖珠头上 下一秒被赶来的在一一脚踹晕了过去 赢得了秀敏和鹤立的大拇指 随后玩家们不仅搬空了到夜店所有的粉色胶囊 还热情地招待了李靖珠一番 终于撬开了这个人渣的嘴 他的老板酷娱乐代表金运机可是个十足的大坏蛋 之前就有消息称他压榨旗下的艺人 结果出来奴隶合约与练习生接客 没想到他居然用贩卖面粉来筹措资金 既然目标明了 那么玩家小队必须在他察觉前展开行动 第二天一早 李靖珠和口供赫然出现在已正直闻名的郭检察官的后备箱里 证人证词证物一条龙符 这可乐坏了郭检察官 有人欢喜有人愁 金允基也收到手下报告称 李靖珠连夜偷走了所有的货 于是金允基便约了警署的老大 拜托他处理一下李靖珠 殊不知鹤立他们早就料到金允基会断尾求生 此时大雄正乔装成服务员 准备偷拍金允基行贿的罪证 金允基正在掏钱时大雄走了进来 经过大雄毫无瑕疵的表演 顺利拿到了证据 另一边在调查中 郭检察官对把李靖珠送来的人越来越感兴趣 见状同事告诉他 这几个人的手法很像当年和张仁奎检察官合作过的那个叫玩家的诈骗团 只不过张仁奎因为非法调查被贬值 玩家们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郭检察官听后便将鹤立的资料拿给李靖珠辨认 果然他一眼就认出了鹤立 此时不知道自己身份暴露的鹤立刚好来找老搭档张仁奎 想拜托他帮一个忙 郭检察官最恨黑白两道不清不楚 他不明白销声匿迹多年的鹤立为什么会突然找上自己 于是便来找张仁奎了解一下情况 谁知就在此时 鹤立竟然从他眼前的电梯走了出来 反应过来的郭检察官立刻叫了鹤立的名字 谁知鹤立听后撒腿就跑 两人随即开始你追我赶的追逐赛 没一会鹤立就甩掉了郭检察官 然而就在他松了一口气时 对面迎面走过来两个保安 郭检察官也出现在他身后 幸好张仁奎及时出现帮他解了威 眼睁睁看着鹤立被放走 郭检察官很不满 他本想质问前辈为什么再次和诈骗团伙扯上关系 谁知张仁奎笑着说 这次和他们扯上关系的不是我而是你 随后他递给郭检察官一个手机 称鹤立很快就会联系你了 见状郭检察官自信地说 自己一定不会和罪犯联手 此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 几天后自己便狠狠地打脸了 时间回到多年前 一袋面粉被禁术倒在女孩慧玲的头上 可他却丝毫不敢反抗 为首的女生不停地推散她的头 一边嘲讽一边拍下她的丑照准备发到网上 好在此时笑草看不下去 站出来帮慧玲解了威 并随手递给她一块手帕擦拭 这善意的举动让慧玲内心泛起了涟漪 谁知多年以后 白月光笑草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慧玲也改名为在一 巧合的是笑草经纪公司枯玲娱乐的老板金允基 正是他们这次的目标 由于几天前队长鹤立设计搬空了金允基 用来贩卖白面粉的药液店 并暗地里把她的亲信李静珠送给了 刚正不阿的郭检察官 不知情的金允基误以为是李静珠携货私逃了 眼下的夜店短时间内无法再用来销火 于是金允基便忙着寻找新的渠道 为了摸清金允基这个钱袋子的底细 再一伪造了简历顺利入职了苦娱乐 她先是趁人不备顺手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 成功了解到了金允基在政商界的靠山难 随后又偷偷复制了金允基的指纹 成功溜进金允基的办公室 与黑客小林配合拿到了她电脑里的全部资料 准备工作就绪 接下来就该演员出场了 于是在金允基邀请张一元打球时 贺力化身金牌操盘手艾迪假装偶遇了张一元 两人熟络的样子果然引起了金允基的注意 打听贺力的底细时 张一元便按照剧本开始输出 他称爱迪表面上是如意岛最佳操盘手 但实际上却有另一层身份 他正在流通面粉是个危险人物 而且在那个圈子他好像是生意做得最大的 金允基内心暗喜 爱迪不就是自己在找的优质流通渠道吗 殊不知这正中了玩家们的圈套 一旦金允基上钩与贺力合作 便会开始跟白面粉的供货商进货 这样身为合伙人的贺力便可以在交易现场来个人赃巨火 届时还会联系好郭检察官一起收拾垃圾 眼下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让狡猾的金允基彻底上钩 这可难不倒天才诈骗犯贺力 果然 很快金允基便迫不及待地约了贺力见面 他上来便直奔主题 一副傲娇的模样嚷嚷着要带着贺力共展未来 见状贺力立刻小声邀他出去谈 谁知两人刚进楼梯间 贺力便一把将金允基按在墙上 洋装愤怒的臭骂他怎么不拿个喇叭大喊自己是毒贩呢 金允基瞬间被贺力这架势拿捏得死死的 见他不停地道歉 贺力假装勉为其难同意先了解一下他的业务 为了让金允基更加死心他必相信自己 贺力邀请他来自己提前准备的窝点参观 一进门几十台电脑顿时震惊了金允基 现在卖白面粉都这么先进了吗 什么自动化烟魔是把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而接下来映入眼帘的钞票小山更是刷新了金允基的认知 得知桌子上的这些钱是一周的受益 更是露出了惊讶表情 眼见金允基已经彻底相信了自己的实力 贺力便提出首次合作让他先供七百亿的火 因为他们此前已经调查得知 金允基手中的现金外加不动产刚好是这个金额 此时才迷心窍的金允基想也没想便应下了这单生意 临走前 贺力提出首次合作他要亲自跟着去验火 另一边 再一被领导拉去接练习生们去赔酒应酬 想起校草也是KU的艺人 再一很好奇他为什么没有像当年帮助自己一样帮助这些练习生呢 然而领导的话给了他答案 原来金允基以艺人们陪酒的视频作为要挟 无止境地压榨他们 想到白月光竟然被那个人渣欺负 再一当即决定帮他脱身 于是他拜托队友小林帮忙 很快就删除了金允基存在云端的所有视频文件 曾经校草曾鼓励过再一 即使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也不要认命 因为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如今他同样用这句话鼓励身处低谷的他 虽然已经删了所有的视频 但难保狡猾的金允基不会还有其他辈分 吓得就靠他自己了 这天晚上 赫丽交给郭检察官的那部手机终于响了起来 两人一见面 郭检察官便一副划清界限的架势 见状赫丽只好洋装失望地说 那就没办法了 我都已经不好局让你能一网打尽了 得知这次金允基会亲自和供应商交易 郭检察官只能打自己的脸 同意与赫丽合作一次 很快到了交易的日子 除了金允基以外 供货方的宋老板还派来了十几个保镖 几人上来就要搜身 大雄健壮立刻挡在赫丽身前 人虽少但气势可不能输 搜身后又收走了赫丽几人的手机 安保程序结束后 一行人便坐上宋老板准备的车前往交易地点 上车后 黄市长偷偷将藏在衣领里的定位器粘在座椅下 这样基地的小林和秀敏便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 走着走着赫丽发现了不对劲 原定的交易地点是港口 可眼下他们走的却是相反的方向 金允基解释说宋老板的作风一向谨慎 反正这点小事也不会影响交易 基地的秀敏也发现了交易地点变更 立刻按照赫丽之前的交代 让小林通知等在港口的郭检察官 然而没一会 宋老板又出幺蛾子了 他安排手下中途停车 让金允基和赫丽三人分别换到另一辆车上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虽然基地这边无法追踪赫丽三人的位置 但别忘了他们还有神车手在衣坐后盾 在衣骑着摩托很快就跟上了赫丽他们的新车 就这样一直走到天黑 他们终于到达了交易地点 然而当赫丽见到宋老板的真面目时 顿时惊在了当场 这男人竟是自己苦苦寻觅地杀害队友雅琳的凶手之一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个自称宋社长的凶手似乎不太聪明的样子 竟然没有认出赫丽 一旁的大雄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 立刻冲上前去 一拳KO了挡在宋社长面前的保镖 现场的气氛顿时箭把弩张起来 另一边 刚刚守在玩家基地的小林和秀敏收到在依发来定位后 立刻通知了郭检察官去接应赫丽他们 此时愤怒的宋社长正命人把他们几个绑起来 好在赫丽灵机一动 杨庄生气地说是自己直视保镖闹似的 因为从他们进门到现在全然不见那批白面粉在哪里 更是责怪起了经允机 宋社长听后便抬手打了一个响指 只见一个头戴面具的大汉推着满满小车走了出来 上面摆满了白面粉 见状赫丽上前捏起一点面粉假装想要验验货 宋社长却突然叫住了他 嫌弃他验货的方式太简单 让他直接试试这批货 原来他早就认出了赫丽 宋社长得意地看着一旁被绑着的大熊二人 此刻赫丽恨不得撕烂眼前这张恶心的脸 但奈何他要保证同伴安全 然而下一秒仓库的大门被一脚踢开 郭检察官终于带人赶到了这里 他命人控制住了现场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在一偷偷从后门溜进这个仓库 误打误撞竟发现了他们制作白面粉的作坊 然而就在在一拍摄证据时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来源正是刚刚赶到的郭检察官 于是郭检察官的猎杀时刻开始了 他先是带人端了宋社长的生产线 接着便出现在了赫丽精心为他准备的交易现场 一阵混战过后 在场的罪犯全部都被一一制服了 当然也包括酷娱乐的代表金允基 事后赫丽问郭检察官这个礼物怎么样 还表示有更多的礼物等他接受 坐在囚车上的宋社长暴躁极了 他没想到自己竟被江赫丽先人挑 这时车上的警官突然回头 对宋社长说别再惹事了 随后将手铐钥匙扔给他 此人竟是不久前刚被赫丽骗光身家的 江道勇的眼镜秘书 看来他们背后的人正是之前杀死亚琳的男人 江道勇和宋社长不过是他的棋子而已 此时不远处一个女狙击手正架好了枪 她正是三年前站在杀害亚琳的男人身边的姑娘 但子弹只是轻轻擦伤了鹤丽的手臂 很快郭检察官便开始了对金允机的审讯 一开始这人渣便嚣张地威胁郭检察官 自己在检察厅里有数不清的人脉 单靠这点东西根本奈何不了他 他得意地说酷公司一个男团就能每年净赚5000亿 他有钱又有后台 他认为在韩国有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郭检察官却让他说出他的后台 还说他的钱可能也不保了 说着郭检察官把平板电脑递到金允机眼前 没想到他公司最赚钱的男团正在直播解约记者会 为首的正是在一的白月光校草 而他要做的除了解约还有揭发老板金允机的真面目 对艺人施暴压榨 强迫练习生陪高层喝酒 被拍下不雅视频作为把柄 不少被害者甚至还被迫西式金允机贩卖的白面粉 这桩桩渐渐都有相应的视频佐证 此事一经曝光顿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然而在如此确凿的证据面前 郭检察官他们竟被上级要求判处缓刑 不仅如此 那晚宋社长也趁乱离奇逃走了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 拘留室突然传来消息 金允机竟然中毒身亡了 果然动手的又是眼睛秘书 看来是大佬觉得金允机与江道勇一样 已经变成了一招死棋 没想到主熟的鸭子竟然飞了 郁闷的郭检察官想起不久前前辈张仁奎说过的话 比犯罪者更可怕的 是那些即便犯了罪也不会成为罪犯的人 只要有这种人存在 法律就无法保护所有人 此时医院里的鹤丽也收到了金允机被杀的消息 不过鹤丽看起来却并不惊讶 因为他早就猜到枪击自己的人 以及金允机将到勇灭口的人来自同一个组织 而他们背后那个神秘的人 就是杀害雅琳的凶手 看来距离他们为对有雅琳复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镜头一转 年仅25岁的湘续想不到 他的生命会在今晚戛然而止 深夜 而在他身后索命的阎罗正飞驰而来 看着S型走位就知道跑车里的男人喝了不少 见相续挡住了自己的去路 男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提醒他让开 感觉到异常 相续赶紧靠边停下了车 此时跑车也跌跌撞撞停在了马路中间 见状善良的相续连忙过去想看看对方是否需要帮助 那扑面而来酒气让相续不禁皱起了眉头 眼见对方和自己年纪差不多 担心他酒驾会出事 相续便立刻叮嘱他在这里等着 自己去打电话交代价来 然而这善意的举动却让醉酒的男人误以为他在报警 他直接开车撞了过去 巨大的撞击让这个醉汉瞬间清醒 他给父亲打去电话 吓得立马掉头逃走了 就这样 身受重伤的香续倒在血泊再也没有醒来 很快赵氏司机就被捉拿归案了 然而离谱的是审理后 闯红灯酒驾赵氏逃逸的他竟仅仅被判缓刑而已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白选美 他是替韩国的VVIP们解决问题的专家 表面上经营的那家画廊不过是资金流通的媒介而已 肇事者明远俊是财阀WQ集团的长孙 为了把儿子捞出来 他父亲明会长亲自来找白选美寻求帮助 于是庭审当天 明远俊按照白选美的剧本开始编起了故事 说是香续一直逼他的车财造成的惨剧 面对肇事者颠倒黑白的供词 香续的父母只能寄希望于公诉检察官帮他们申冤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口口声声会替他们讨回公道的检察官 早就被白选美以一副价值一亿含原的话收买了 最终法官判决事故原因是由受害者相续挑衅而起 从而判处明远俊缓刑处罚 把黑的能变成白的 这女人果然不一般 而她和混小子明远俊自然而然成了专门承恶扬善的玩家小队的目标 据调查得知 白选美在五年前曾做过一段时间豪门而喜 而她那爱爬断背山的丈夫不过是她实现野心的一颗妻子 当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到手后 妻子便被她一个个处理掉了 而她靠着身份积累的人脉不拢小去 加之有着极其厉害的情报搜集能力 在上流社会游走如鱼得水 当然也有人对她欣赏就有人看她不爽 就比如某知名法官的夫人 她把法官收到的话换了回去 然而白选美可不是个任人捏扁搓圆的软柿子 只见她回头叫住了法官夫人 几句话便让对方变了脸 白选美让她不要常去那个演员家 怕您被误会成轻浮的有夫之妇 只要白选美随便那几个情报出来 便可以轻而易举让那些上流人士乖乖低头 就在玩家们感叹这次的目标可不简单时 玩家队长赫丽突然出院回到了基地 众人见到她顿时信心倍增 然而就在众人开心地吃着炸鸡时 黄市长却将赫丽独自带到了一处庄园里 只见秀敏正在这里等着她 秀敏与赫丽的玩家小队本是合作关系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而今天她突然要带赫丽见见自己背后的真正的金主 赫丽做梦也没想到 秀敏背后的人竟然是现任总统崔向号 接着玩家小队就找到了在艺术品赛道 拥有百万粉丝的人气博主恩娜 凡是恩娜打卡过的艺术馆或者转发的艺术品 都会一夜之间身价翻倍 然而这样的网红却不仅学历造假 还签阴阳合同偷税漏税 当小林和大雄把黑料一一摆在她面前时 恩娜顿时脸色大变 接着他们以此为要挟让恩娜帮助他们 于是几天后 赫丽手持二手花瓶的照片 便出现在了恩娜的社交账号上 花瓶还被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花之玉 果不其然 粉丝们对这个被恩娜选中的艺术家赞不绝口 而在此之前 黑客小林早已为赫丽伪造了学历 把她打造成了英国名校毕业的新晋艺术家Damiel 随后各路媒体的报道铺天带地 几天时间Damiel便名声大噪 而她从地摊上买的二手花瓶 也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真体 很快出现在了知名拍卖行上 在几位同伴连续几番的推波助栏下 一个有钱无脑的冤大头 以三亿五千万天价拍下了她 但赫丽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骗钱 而是要带领她的玩家小队以恶制恶 诈骗眼前这个名叫白雪美的坏女人 显然她的计谋已经成功吸引了目标的注意 果然回去的路上 赫丽便收到了来自白雪美的邀请函 邀请她下周五画廊的派对 见鱼儿就要上钩了 赫丽便安排在一去准备最重要的道具 于是在一找到不得知的雕塑艺术家全正好 请她打造一个一人高的战马雕塑 谁知全作家竟责怪在一打断了她的灵感 愤怒地下了竹颗粒 剑撞在一只好使出了杀手锏 拿出了一包钱 在杀手锏的作用下 全作家仅用了五天便交上了作业 那么接下来便是赫丽的演出时间了 可白雪美似乎没那么好片 她怀疑这个突然爆红的大艺术家并非货真价实 于是请了圈内和她同校的校友前来对质 然而论诈骗谁也没有赫丽在行 她早就料到白雪美会试探自己 而圈内那所学校毕业的韩国人只有这位强奈森一人 所以她安排黄市长和大雄装成刑警 谎称请强奈森做卧底 协助调查一桩艺术品犯罪案件 果然这一招成功打消了白雪美的疑虑 接着赫丽假意委托保存新作品的仓库出现问题 急得焦头烂额 白雪美为了和这位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套近乎 果然主动提出自己有仓库可以接受她的委托 于是几天后 赫丽便带着全作家的战马雕塑来到了白雪美的仓库 经过层层密码解锁 战马终于进到了仓库 赫丽感叹这么先进的仓库肯定是储存了重要作品 白雪美听后得意地走过去打开一旁的帘幕 顿时四副军价二百亿的画作映入眼帘 白雪美一定想不到 这几幅名画很快就会变成赫丽他们这次任务的报酬 在两人离开后 赫丽突然从战马里钻了出来 看来赫丽是给白雪美送来了一个特洛伊木马 然而就在赫丽准备取走四幅名画时 仓库突然想起了警报 这时赫丽从白雪美口中得知 那个仓库存储物品时会处于真空状态 这也就意味着很快赫丽就会失去氧气窒息而亡 伙伴们顿时慌张起来 赫丽借口上厕所 跑到一边让小林赶快黑掉仓库的电源 而此时赫丽也感受到了氧气在减少 不过她还是坚持在完成任务 听到赫丽好像失去意识了 赫丽当即决定行动取消 她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队友 幸好千军一发之际 小林大喊一声解决了 随后得救的赫丽也顺利完成了任务 可就在赫丽以为计划可以继续时 全作家突然出现在这里 看着一脸坏笑就知道来者不善 原来在赫丽来之前 全作家进来找白选美接了赫丽的牢底 三人折返回了仓库 还没等赫丽解释 身后又杀出另一个成咬金 郭检察官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 虽然上次赫丽帮他破获了贩毒案 但郭检察官一直派人跟踪他这个诈骗犯 果然发现这家伙似乎在刻意接近白馆长 于是他便打电话给白选美让其配合调查 准备给赫丽这个诈骗犯抓个现行 然而当他命人打开战马肚子后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 白选美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拉开帘幕 发现那四幅名画已经不翼而飞 而眼前这四幅画都是他曾替财阀解决问题 贿赂高官的作品 不用猜也知道这肯定是玩家小队的杰作 白选美被吓得差点喊出来 然而在检察官面前他千万不能露邪 于是连忙笑着称是自己搞错了 误会了鹤丽 日后他一定会补偿让郭检察官白跑一趟的歉意 显然这是在下注克力 谁知这时他身后的话突然自动粉碎了 画板上展现出来的竟是白选美贿赂高官的证据 郭检察官立即上前查看 看来下次不用补偿自己了 临走前全作家突然拦住郭检察官 递给他一支录音笔 原来全作家告密的环节也是鹤丽故意安排的 里面录的是白选美亲口承认 收了WQ集团董会长十亿元 用来摆平他儿子明远俊 故意撞死外卖员的事 当白选美听到录音后知道自己这次彻底蛇了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江鹤丽那个骗子没有被抓起来 他明明靠拍卖假艺术品获利三亿多 谁知不检察官却说你以为我不想抓他吗 可那个狡猾的家伙在拍卖当天 便把拍得的钱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随着白选美的倒台 很多财阀的丑事都被牵扯出来 当然也包括杀人逃逸的WQ集团太子明远俊 此时不知道自己成了通缉犯的 他正准备逃去国外避避风头 谁知一现身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接着被警察抓走 任务终于圆满结束 赫丽和秀敏吃饭时 他忽然问秀敏有多相信崔总统 秀敏告诉十几年前父亲过世后 身为好友的崔叔叔变成了自己的监护人 所以他对于自己来说除了像是父亲 更是人生的导师 然而赫丽似乎有些疑虑 因为不久前他刚得知 金主秀敏背后的boss竟然是当今总统 他称很多情况面对一些恶势力 自己都无法出面镇压 便希望赫丽能够成为这场权力的游戏中 那个永不背叛的玩家 替他以恶制恶 但赫丽在调查秀敏的背景时意外发现 他曾有一个相爱多年的记者恋人 在几年前遭人杀害 而警方在调查室突然草草结案 有传言说这件事牵扯到总统 这让赫丽不免怀疑这位合作伙伴的意图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总统大人的监视下 镜头一转 女人惊慌地跑到警局 称自己的女儿敏静已经失联三天了 她没有上班也没有和任何人联系 见状警察便决定破开敏静公寓的大门 不成想一进屋便发现 敏静倒在厕所地上不省人事 而一旁的桌子上赫然放着遗书和安眠药 与此同时 一间破旧的旅馆房间里 一名男性也被发现自意身亡 而离奇的是 死者韩某在当地本市有名的公寓大王 曾有报道称他名下坐拥数百栋公寓 然而警方在调查中却发现 无亲无故的韩某死后留下的仅有一张残障福利卡 而他名下却没有任何个人财产 接下来数日 各地纷纷传出公寓大王离奇自杀的新闻 与之同时暴增的 还有全租公寓诈骗的受害者报案 女孩敏静就是受害者之一 不久前她刚刚用贷款缴纳了全租押金 谁知第二天房东便把房子卖了出去 这便导致敏静难以要回押金 从而背上了高额贷款 这才想不开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母亲及时报案让她或就保住了性命 但却始终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她立即召回玩家小队们准备干活 而与她不谋而合的还有金主崔总统 听着受害者敏静母亲的哭诉 崔总统痛心疾首 她让秀明马上联系贺利 转告她要果断迅速解决 可以采取任何可行的手段和方法 另一边的郭检察官也从敏静案件入手 他将涉案人员全部带回审讯 然而他们却似乎都有合理说辞 房屋中介称自己只是按照客户的要求介绍房子 在敏静为押金发愁时 提示她可以贷款解决燃眉之急而已 贷款公司的组长称 自己只是给符合条件的用户发放贷款而已 而原房主崔代表更是狡猾极了 面对检察官拿出的一踏子卖房合同 他委屈地称自己只是为了创业资金周转 不得不短时间抛售手中的公寓 他们看似毫无关联 却暗地里环环相扣 然而由于没有证据 郭检察官只能把他们全部释放 与此同时赫丽查道 这次全租诈骗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叫明先生的人 这人平时都躲在水下指挥大局 从不轻易露面 所以赫丽决定先把水搅混 让他自己浮出水面 同样发现明先生的还有郭检察官 释放那三人 他便派人24小时盯着他们 很快发现了房主崔代表的行迹很可疑 果然崔代表鬼鬼祟祟地来到一个鱼塘去见一个神秘人 然而就在跟踪的刑警跟郭检察官汇报行踪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随后便失去了信号 见状郭检察官立刻冲下车准备去支援 然而没想到崔代表剑的人竟然是赫丽 显然他这是又开启了新剧本 此时 奔跑的郭检察官也被在一叫住 看到这群诈骗分子 他立刻明白了什么情况 一上车便大骂他们竟敢阻挠刑警办案 这时外面大批的刑警前来支援 玩家们顿感不妙 谁知下一秒赫丽打来电话称 只要他让刑警收队 自己今天就把明先生这条大鱼放进他的网里 见赫丽立下军令状 郭检察官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与此同时 崔代理正打电话给明先生 对方叮嘱他不要被拿捏 一定要亲眼看看合作伙伴的真本事 挂断电话后 明先生来到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 只见一个一动不动的中年男人躺在地上 很快他就会被伪装成服药自尽 没想到长相酷似李珠赫的年轻人 竟然是房地产业著名的黑手明先生 还是近几年多起公寓大王命案的制造者 不过这个狠角色很快就要成为 天才诈骗犯赫丽的手下败将了 明先生通过手下崔代理提出 他想要亲眼看看这位金社长的诈骗手段 再决定要不要合作 一场赫丽精心准备的好戏即将上演 因为赫丽早就准备好了剧本和演员 刚到目的地 崔代表便对这里的安静感到有些奇怪 如果这里发生过全租诈骗案 那么灵敏的记者和警察肯定会在这附近蹲点 赫丽说他还是第一次因为实力好而被嫌弃 说完赫丽洋装不耐烦地离开 崔代表健壮连忙阻拦他 赫丽趁机要求看过剧本后必须和明先生见面 小林分别扮演中介和租客 三人娴熟的演技让一旁的看热闹的崔代表都忍不住赞叹 接下来便是骗穷酸租客去银行贷款的剧情 只见在一半成银行工作人员 正有模有样地帮小林办理 却听见一旁的崔代表突然说了句到此为止 话音刚落 赫丽的队友大雄冲了进来 尴尬地说他们被识破了 就在刚刚大雄正准备上场时 被崔代表的同伙给暗算了 只见崔代表拿出手机 里面正是几天前他们在这搭建场景时的视频 原来崔代表早就知道他们是同伙 看来明先生果然非常谨慎 崔代表警告赫丽 既然没有这金刚钻就别懒瓷器火 以后如果再出现在明先生的地盘 可就不会好手好脚地离开了 谁知此时 郭检察官突然带着警察冲了进来 要以全租诈骗的罪名逮捕赫丽几人 不过看赫丽这得意的样子 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其实郭检察官为了抓住明先生 不得不配合赫丽成为他演出的新人演员 就在刚刚大雄被抓进来时 秀明便悄悄通知了他 看着赫丽他们被警察带走后 崔代表立刻电话通知了明先生 明先生却遗憾没有完伴了 不过这边郭检察官可不太高兴 因为赫丽并没有兑现承诺让他抓到明先生 见状秀明解释道 如今崔代表亲眼目睹了他们被警察带走 应该可以信任他们是同行 之后肯定会再次联系赫丽要求合作 此时赫丽也反问郭检察官 之前他把崔代表抓住又放走 无非是苦于没有证据证明他欺诈吗 既然想要把明先生一挡一挡打尽 那就打破框架和自己合作 郭检察官听后思索再三 最终还是同意了合作 果然几人刚从警局出来后 崔代表第一时间联系赫丽称明先生约他见面 随后赫丽来到约定好的钓鱼场 这个地点显然是对方精挑细选的 因为方圆两里地都没有一个好用的监控 郭检察官和玩家小队同伴们则藏在鱼场外 随时等待支援赫丽 此时赫丽感到身后有人朝自己走来 然而当他回头 发现来人又是崔代表 原来明先生将崔代表作为传声筒 向赫丽传达自己的话 他忽然问了赫丽一个问题 问他还记得金树赞先生吗 听到两人的对话 郭检察官疑惑地问赫丽的同伴小林 金树赞也是他们找的托吗 谁知小林却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原来行动前 赫丽曾试着伪造过一个全租合同 当时上面的成租人名字正是金树赞 小林没想到这个赫丽随手做的合同竟被明先生拿到 郭检察官立刻将合同传给手下 请他调查一下金树赞是否存在 此时同伴在一传来消息称 崔代表的同伙正带人靠近于场 而明先生这边也收到手下的报告 称金树赞已经找到了 小林告诉郭检察官先进观其变 赫丽是不会轻易重计的 见状他只好暂且按兵不动 果然赫丽还留有后手 只见大雄突然出现在崔代表的同伙面前 上次被偷袭的仇终于可以抱一抱 毫不费力就打得这群小趴菜人养马翻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赫然出现在明先生面前 显然这让她有些惊讶 当初赫丽以同行金社长的身份接近明先生 表面上是想要强强联手合作共赢 实际上是要骗光她的家底 然后送她去裁缝刃机 由于十分谨慎 明先生暗地派手下去偷了赫丽电脑里的资料 想要看看她究竟是实力还是套路 殊不知这正中了赫丽的剂 当优盘插上明先生手机时 便被植入了定位病毒 不过明先生似乎并不惊讶 因为这并不影响她出下一张牌 原来明先生在偷来的资料里 发现了被赫丽诈骗的受害者金树瓒 为了验证真伪 她便让手下将金树瓒带来约赫丽见面的渔场 还塞给她一把枪 还表示只要处决掉她眼前的人 就能找回她的钱 幸好眼尖的在一发现了拿着枪的金树瓒 及时通知了躲在一旁的同伴小林 下一秒金树瓒就被郭检察官带到了车上 秀明让她和自己走一趟 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事和她说 于是四人缤分两路出发 准备前往一个公寓拍卖会 路上鹤丽和秀明分别透露说 这次的交易将会一次性进涨数千亿 相比较之前明先生干的那些全租诈骗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不过显然明先生并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见状秀明打开后备箱 里面装有满满200亿现金 他告诉明先生 其实待会他们要参加的公寓拍卖会 已经打点好了竞标者和前客 只要500亿酬劳便可全部中标 不过如果明先生愿意 自己可以帮他踢开金社长独吞这块蛋糕 而秀明称是成之后自己只要收益的一成 但明先生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很快催代表在接到明先生的电话后 便称要先去拿个东西 随后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仓库 谁知刚进去鹤丽就被人用枪顶住了后脑勺 此时明先生走了出来 见秀明也被控制了起来 鹤丽知道他们的计谋被识破了 明先生告诉鹤丽 自己之所以会识破这个骗局是因为他坚信 凡有幸运从天而降 不是欺诈就是吹牛 他告诉鹤丽 其实在把枪给金树赞的时候 自己就没打算留鹤丽的命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鹤丽早就被一枪爆头了 谁知鹤丽听到这些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劝说明先生不要放弃 马上开始的公寓拍卖会 可明先生已不再相信他的任何话 可就在此时郭检察官带人冲了进来 明先生见状立刻逃走了 谁知就在鹤丽准备去追上他时 却被郭检察官拦住了 因为他发现他们策划的假诈骗 竟然是真的发生过 他竟然要以全租诈骗罪逮捕鹤丽 显然同伴们也被鹤丽蒙在鼓里 当得知受害者高达30人时 所有人都露出失望的表情 可鹤丽却始终没有给出解释 就在郭检察官命运将鹤丽考起来时 他竟趁其不被挣脱束缚 随后骑着在衣的摩托车飞速逃走了 就在郭检察官准备把他的同伴都带走审问时 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接下来郭检察官得知了一个惊掉他下巴的消息 崔总理告诉他郑秀敏和江鹤丽都是自己的人 随后秀敏便将郭检察官带回玩家小队基地 分享了此次抓住明先生的全部计划 当得知今晚拍卖会的前客名叫李东吉时 郭检察官不禁觉得这名字非常熟悉 就在此时秀敏收到一条视频 竟然是鹤丽被绑架的画面 只见他浑身是血双眼通红地告诉明先生 必须明晚九点前将五百亿带过来 这画面顿时吓坏了众人 郭检察官想起李东吉是当年让人闻风丧胆的 极道组织头目 这个组织极其神秘 所有成员行动都戴着面具 至今无人见过他们的脸 因为见过的人都没有活下来 看来为了骗到明先生这个大boss 鹤丽将所有的环节都假戏真做了 差点把玩家小队的成员都骗了 然而此时明先生比他们还要郁闷 刚刚李东吉打来的电话 威胁他晚上九点前必须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明先生知道这人可不是好惹的 无奈只好乖乖暗示赴约 见他这么听话 李东吉便称昨晚的是一笔勾销 随后提出想和明先生谈谈生意 当他出现在现场时 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解了 所谓的李东吉竟是黄市长假扮的 而所有面具人都是明先生全租诈骗案的受害者家属 昨晚李树瓒来到玩家基地 将真相告诉了郭检察官等人 他是受害者闽静的男友 看着被全租诈骗害的自杀的女友 李树瓒满腔愤恨却束手无策 然而几天前赫丽突然找到他 赫丽找到了包括李树瓒在内的三十几个受害者亲属 恳请他们配合自己抓到诈骗犯明先生 众人毫不犹豫地便签下了那些租房合同 于是便有了赫丽诈骗100亿的误会 多一的明先生无论怎么调查都没有漏洞 因为那些合同的确是真的 赫丽告诉明先生 他带来的300亿将会作为赔偿款 分给这些受害者家属 接下来又轮到郭检察官出场收礼物了 然而在押送明先生回检察院的途中 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此人正是杀害赫丽队友的郑老板 挂断电话后 明先生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粉色药片 一脸决决地含在了嘴里 几秒钟后就心脏麻痹撒手人寰了 赫丽从秀明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 似乎并不意外 或许因为他早就意识到 在这些罪犯背后还有更强大的靠山 此时的崔总统一边翻看着 黄市长递上来的赫丽的每月行踪报告 一边听着监控中两人的对话 他究竟是不信任赫丽 还是另有所图吗 镜头一转来到一处教会现场 表面上这里是点化众生尽善尽美的教会 背地里却是个诈骗敛财 忽悠女性徒代孕生子 甚至哄骗他们去做全色交易的大魔库 而创始人任教主也借此拥有数个政界人士做靠山 多年来检方依靠正常手段根本无法将他绳之于法 如今这个毒瘤成了专门以恶制恶的玩家小队的目标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真理较可怕的内幕渐渐浮出水面 因为检方一直没能找到证据 队长鹤丽接到任务后 便伪装成国外知名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金汉俊 准备打入敌人内部 与此同时 秀明以自己的美色得到了人教主的青睐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大雄在准备报名的时候 突然被日本分会的小则迷得神魂颠倒 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会主动帮小则洗衣服 下班回家后还会在镜子面前搔手弄姿 看得玩家团的众人一阵反胃 任教主敛财的手段之一是忽悠信徒 以奉献之名上缴自己的存款 就连孩童的压碎钱都不放过 洗脑结束后 信徒们便会主动扫码上缴自己的存款 赫利知道任教主会根据所有人支付的金额 来筛选高收入的信徒重点关注 于是他便直接狂刷武艺含冤 果然这一串数字引起了任教主的亲信裴局长的注意 随后任教主便亲自会见了赫利 一见面 赫利便自称粉丝开始疯狂地拍任教主的马屁 他称美国的邪教对于真理教来讲就是过家家 一顿马屁拍的教主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当场决定提拔赫利加入他们的奉献活动 第二天 赫利便跟着裴局长等人来到一家高级敬老院 这里的老人们都是非富即贵 他们端茶道水无微不至 成功忽悠这群爷爷奶奶们加入了真理教 快结束时 裴局长注意到赫利正和一位打扮很贵气的老太太说着什么 回去后 任教主看着手中的入会当高兴极了 这些可都是钱多命少的优质信徒 他夸赞裴局长的能力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 然而就在裴局长像个攻击一样得意时 赫利却称自己有事要报告 他找到了一个富婆目标 裴局长顿时尴尬了 自己忽悠那一打子都不如赫利这一个 果然任教主直接对赫利另眼相看 甚至要破格提拔他为使者 还邀请他出席教会秘密的聚会 此话一出裴局长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个新人眼看就要威胁自己接班人的地位了 而赫利也没想到 这顿晚宴将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无助的一刻 任教主称这宴会是为了答谢给真理教做贡献的使者们 每月都会举办一次 谁知赫利刚坐下 屋里的灯光就变成了暧昧的红色 随后十几个年轻貌美的少女走了进来 任教主开始演讲起来 他称这些女孩为上天新娘 是宫使者们享用的美食 赫利一下就明白了这场宴会的用意 难不成今晚自己要明节不保吗 另一边 通过她衣服扭扣摄像机看直播的小林和在意也不禁担忧起来 而正当她的手不知如何安放之时 任教主等人突然被困意席卷了全身 随后便挣扎着晕了过去 紧接着秀敏便叫醒了装睡的赫利 原来早在聚会前秀敏便让赫利提前服用了解药 随后自己又将白色粉末放在了用于宴会的红酒之中 第二天警惕性非常高的任教主居然咽了每个人的血 随后医生便立即排除了赫利的嫌疑 但一旁的裴局长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赫利加入他们之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但任教主想到赫利当时也昏倒时就没有多想 而不甘心的裴局长在私下调查了赫利的背景后 突然间发现他并不是布林斯顿神学大学毕业 而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赫利 裴局长便想揪着这个小辫子在任教主面前参他一本 没想到却遭到了任教主的敲打 因为他在意的并不是谁欺骗了他 而是谁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利益 紧接着裴局长便接到了观察李奶奶的任务 而就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又被他看到了李奶奶居然是在意假冒的 这又给了裴局长一次扳倒赫利的机会 于是在夜幕降临之后 赫利便带着李奶奶和黄市长演了一出大戏 当裴局长怀疑李奶奶是假冒的时候 赫利让真正的李奶奶出现 就这样陪局长失去了信任 原来李奶奶的丈夫被任教主骗光了全部财产 所以才会出面帮和李演戏 而经过这一番骚操作 赫利成功地顶替了局长 更是被邀请去任教主的圣地 那里有他所有的秘密 随后心情大好的任教主突然召唤了小泽信徒 更扬言要他今晚就成为他的新娘 而正当他迷晕小泽欲行不轨之事之时 门外的秀敏突然闯进来打断了任教主的好事 虽然秀敏成功地救下了小泽 但却也成为了小泽的替代品 而就在对方即将要做点什么的时候 手下右臂突然来报称检察官马上就到 为的就是捉拿他眼前的诈骗犯秀敏 而正当右臂替任教主感叹主书的鸭子就这么飞了的时候 他做梦也想不到郭检察师特意赶来解救秀敏的 紧接着好事被打断的人教主已经完全没了兴致 随后为了转换自己那无处发泄的情绪 任教主迈着欢快的四六步来到了某地下工作室 只见他直接打开了那一人高的保险柜 心情愉悦地看着眼前成衫的金条和成堆的金币 可开心的表情还没能持续几秒 任教主在看到保险柜最上层的职业手册时突然脸色一变 随后便化身典狱长对自己囚禁起来的人进行了查访 可正当他走到裴局长门口的时候 突然大发善心地给他订了份炸鸡 而就在裴局长感恩戴德地吃掉了炸鸡后 任教主转头就将他卖出了3.5亿韩币 正当两人准备取其妖子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吐掉炸鸡的裴局长突然一个诈尸 成功地将黑白双煞击退并从密室逃脱 得知此事的人教主瞬间大发雷霆 随后他更是告诉右臂 即使是挖地三尺也要将裴局长找出来活满 而随着赫丽的到来任教主也逐渐稳定了情绪 接着他就让赫丽准备直播传教 于是说干就干的赫丽在第二天便安排了直播 可没想到播的却是秀敏在当晚的偷拍 上面他自述了杀人以及器官买卖的罪行 于是身败名裂的神父便带着赫丽准备跑路 可没想到就在上车之前 任教主突然收到了赫丽真实身份的信息 于是赫丽便被任教主带到了圣地 在草率地进行了一番虐待和互料狠话之后 赫丽便被关在了裴局长的房间 而另一边的玩家团为了能解救赫丽 将教会所有的监控看了个遍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愿 被秀敏发现了日本分会的小泽和裴局长是恋人的事实 于是秀敏便来到了医院并成功地策反了小泽 紧接着裴局长便出现在了秀敏的眼前 裴局长本不愿帮忙 但两人被任教主的人发现 随后两人一起被装进了集装箱 车上的裴局长终于说出了圣地的线索 结果打开门却发现是玩家小队提前设计好的 而被关在圣地的赫丽也没闲着 只见他拼命地呼喊终于喊来了任教主的右臂 紧接着便上演了越狱桥段 正在赫丽准备背水一战之时 玩家团的大雄突然赶来救场 于是右臂趁机溜走向任教主进行了汇报 紧接着贪财的任教主卷走了保险箱里所有的财产 最后只单单留下了那本让人看着就烦的职业手册 而冒充手下的小林也趁机调换了任教主的平板电脑 随后便在一家咖啡店成功地将里面所有的虚拟货币收入囊中 而任教主也因为之前差点侵犯了小泽被大雄一顿狂揍 至此任教主的故事便落下了帷幕 而另一边的秀明在翻阅任教主的职业手册时突然得知 自己一直信赖的叔叔也就是现任的崔总统 居然一直跟这一切的背后主使郑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气愤的秀明突然来到了总统面前 问他知道沈亨明记者的下场吧 原来就在几年前 已经准备跟秀明求婚的男友沈亨明突然死于非命 他手中关于政府高官的调查也因此中断 相关的证据也因此丢失 两人聊完后张检察官又有了新的发现 两人为了交换情报约在了老地方见面 可赫丽没想到张检察官会被神秘人派来的打受袭击 赫丽发现后立即将他送进了医院 虽然他没看清凶手是谁 但知道这一切都和郑老板脱不了关系 然而就在此时 玩家小队的秘密基地被发现 一伙黑衣人正在他们的秘密基地安装炸弹 接着大门被炸开 黑衣人对着众人就开始了攻击 期间小林为了保护在医受了伤 大雄则拉掉了电闸 三人成功逃到了地下停车场 然而这里也有黑衣人 紧急时刻多亏了泰国的幼容出现 三人才得以逃了出去 而独立留在秘密基地的鹤里 则凭借自己的身手杀出来一条血路逃了出来 另一边秘密基地内郑老板出现 看到领头的黑衣人没有留下任何人 身边的女保镖直接一枪结束了他 郑老板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已经开始插手国家公共交通服务领域 进而导致地铁费用增长 人民们也因此开始了游行示威 然而郑老板却从未将他们的意见放在心上 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会逐渐将自己的公司渗入到国家企业 接着他会见了崔总统 崔总统表示自己不在乎钱 他在乎的是舆论 现在民众们的游行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然而郑老板却表示自己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而他的办法就是在游行人群的附近安装炸弹 从而把他们塑造成对社会不满 而要进行恐怖行动的危险分子 接着警察出动搜到了炸弹 于是把示威人群全部抓捕 另一边的秀敏一直没有玩家小队几人会合 因为他一直无法原谅崔总统与郑老板的合作 毕竟自己的男友也因此丧命 赫丽得知了秀敏与崔总统的纠葛 于是主动告知了他已知晓了崔总统与郑老板合作一事 原来崔总统当时告知过秀敏他想彻底打倒郑老板 与他合作也不过是演戏 但情绪崩溃的秀敏当时没有相信总统的话 此时看到赫丽递过来的资料 他终于整理了心情与玩家小队会合 他们首先找到了安防炸弹的黑衣人 赫丽一眼就看出他是泰国的眼睛保镖 而他也是郑老板的人 因此可以确定炸弹事件是郑老板的自导自演 接着众人开始了行动 他们首先接近郑老板身边的企业代表 在他身上安装窃听器 得知了郑老板准备安排一场活动 实则是在一次安排炸弹袭击 此时市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自然会和示威者产生矛盾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提前找到安装的炸弹 然而在现场寻找炸弹的赫丽却被郑老板的人发现 郑老板也想趁机除掉赫丽等人 最终赫丽等人在活动的舞台位置点发现了炸弹的信号 他们立即打开了火灾警示器疏散人群 接着赫丽开始了拆弹作业 好在有惊无险地将炸弹拆掉 然而还没等赫丽走远 一位梁检察官拦住了他 以使用炸弹恐怖袭击未遂待避 虽然赫丽极力地解释 但梁检察官还是不相信 更是建议他把责任推到游行示威者头上 此刻赫丽也意识到梁检察官是郑老板的人 他立即答应了下来 梁检察官也将此事告知了郑老板 郑老板正在开心时 没想到崔总统当众承认了自己在选举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 而贿赂方正是郑老板 而赫丽这边也承认了自己的恐袭行为是受到了郑老板的指使 因为赫丽和总统崔尚浩将所有的矛头全都指向了郑老板 而且就连总统收钱的视频也是两人联合造假 为的就是将这巨大的丑闻彻底扣在郑老板的头上 得知真相的郑老板瞬间怒火中烧 其结果就是总统在移动的路上被郑老板的人干掉 而秀明也在跟玩家团集合的路上被人劫走 此时的贺丽正在检察院享受着美味的大酱汤饭 随后根据纸条上的提示又找借口来到了卫生间 以自己上大号为由欺骗小职员解开了他的手铐 紧接着小林便以变声电话的方式冒充了小职员的上司 成功地帮助贺丽顺利地逃离了检察院 而此时想要乘坐四人飞机逃跑的郑老板 因为秀明的提前封锁也只能无奈地选择了不怎么体面的偷渡 随后贺丽和真正的总统在玩家团的老巢进行了会面 原来之前被郑老板干掉的崔上号只是总统的提身 而就在众人都满怀信心地准备下一步计划之时 总统突然收到了秀明被绑架的照片 此时早已把秀明当成女儿看待的他不得不以身犯险 直接主动现身并被郑老板下令捅了一刀 紧接着这条视频便出现在了贺丽的手机上 郑老板与玩家团玩起了游戏 他准备给玩家团几个地址 看他们能不能找到秀明 于是玩家团也只能按照郑老板给的地址分头行动 而此时的秀明看着周围的环境突然灵机一动 只见他拼命地制造电流波动给小林提示 随后小林也向贺丽报告了郑老板的位置 紧接着皇市长便单枪匹马地闯进了匪窝 而就在他感觉自己寡不敌众之时 赫丽成功闪现过来帮忙 两人在进行了一番苦战之后 终于找到了藏在内室的秀明和总统 但就在众人准备逃跑之时 墙上的炸弹却告诉他们时间不多了 可此时的赫丽面对被封死的大门却也无能为力 于是在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之后 玩家团剩下的三人则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可俗话说边框之篓全在收口 再在一地提醒下小林和大雄重振精神 三人一起来到了某港口拦截了准备偷渡的郑老板 正在双方准备痛快的火拼一场之时 我方突然出现了两名援军 原来就在爆炸之前 赫丽突然回忆起他在进门市好像看到了硫酸 于是在小心翼翼地将其包好之后 赫丽便将秀明找来的谁倒在了上面 随着硫酸将封死的门瞬间融化 几人也在爆炸的前几秒成功逃脱 而此时的战场有了郭检察官的加入 也瞬间变得势均力敌了起来 紧接着忙里偷闲的赫丽便向着郑老板的方向急驰而来 随后两人便缠斗在一起难舍难分 最后当然是邪恶的一方成功以失败告终 在一年之后 郑老板终于因为恕罪并罚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而玩家团的众人也在那之后进行了短暂的休假 可此时的终极大反派李圣经突然出现在了监狱之中 紧接着郑老板在狱中自杀的消息便被记者报了出来 而此时的鹤丽看着如此不切实际的报道 瞬间猜到了在郑老板之上肯定还有更多的罪恶之人 于是正在休假的玩家团们又聚到了一起 而李圣经的出现也为第三季成功地埋下了伏笔 故事也在这里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